我本來是打算穿蟑螂妝 像這夥在演藝圈喔 打死不退的精神 對耶 後來 小強 美德迪說我如果穿那樣 他不跟我一起走 刷爆我一張卡跟拿獎是兩回事啦 不是我花越多錢買衣服 得獎機率就會越高 妳要陪妳玩嗎 我幹什麼 啊我要說妳也在說妳是不是 還是妳把她的名字妳跟她說 我跟你講喔 那個衣服這個事情喔 因為我的搭檔是Melody 那Melody一定是那個 最時尚的精品工 那如果我穿得太普通喔 會像她的水戶 所以老婆建議說 那妳去搞個名牌吧 所以那天老婆才帶我去那個精品店 然後西裝啊 然後襯衫 褲子鞋子加加就28萬這樣 不貴了不貴了 那刷爆一張卡是這樣子 因為我平常為了怕被詐騙 或者怕卡片遺失 所以我都經常攜帶那個卡 大概額度就20萬 但我萬萬沒講到 因為我對精品也沒概念啊 我本來想說 我了不起5萬10萬 就能搞定的事情 結果 欸 幾十五三二十八萬 就刷爆那張卡 還好 還好 比妳身價買40萬都無所謂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因為我覺得衣服這個事情 花那麼多錢我比較捨不得 拿來買車我就不會捨不得 對啊 我本來是打算穿蟑螂裝 象徵我在演藝圈喔 打死不退的精神 對 後來小強 妹的李說我如果穿那樣 他不跟我一起走 哈哈哈 謝謝 inspir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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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